7月24日,孙奕文拿下重剑冠军,王嘉尔便转发祝贺,很高兴很骄傲,感恩我们有你,团体赛加油,还有一定要注意做好防范措施,关心面面俱到,随后孙奕文留言表示,赛线帮闺蜜们申请几张你的签名照,孙奕文淡定的先帮闺蜜追星,看来对接下来的赛事也是相当自信的,王嘉尔回应,笔合照片都准备好了,这是我的荣幸,之所以王嘉尔这么关注基建,是因为王嘉尔本身就是基建运动员出身,王嘉尔出身于体育世家,妈妈是前中国 体操运动员周平,爸爸则是香港基建队前任队员和教练,所以他从小跟着爸爸学基建,王嘉尔在12岁的时候,就在全运会上获得了人生第一枚基建金牌,他在运动员生涯中获得过三次亚洲冠军,三次全国冠军,九次国际和香港冠军,可谓战绩显赫,同时王嘉尔还收到了香港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录取通知书,但是他都放弃了,也放弃了参加伦敦奥运会,而是去韩国当练习生,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,也祝愿孙奕文再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